长辈若走路异产 胸闷 晕厥 当心心脏半膜生病 若不治疗 恐有生命危险 大部分的人都会因为年纪大 概化的关系 所以就会造成主动脉瓣打不开 就会造成主动脉的狭窄 那它常常会出现几个症状 另外一个就是会头晕目眩 甚至有的人走路走到一半 天气太热就昏倒了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讯 那另外一个就是走没两步就会喘 甚至会有的病人会出现 胸闷胸痛的症状 所以这些都是主动脉瓣狭窄 很重要的警讯 有了这三个警讯 对于病人的生命就表示 已经开始受到危险了 这样子就应该做积极的治疗 针对治疗主动脉瓣磨狭窄 三大治疗方式 包括药物治疗 外科开胸手术 与经导管瓣磨置换疗法 标准的外科手术 外科手术的发展已经六七十年 是相当稳定 也是目前的标准治疗 那必须藉由开胸的方式 然后把旧的主动脉瓣磨 坏掉的主动脉磨做切除 然后会缝合上新的人工瓣磨 那什么样状况需要这样做呢 譬如说它有其他共同的心脏病 譬如说它血管阻塞 我们要同时做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譬如说它有其他瓣磨的问题 我们要同时修整它的二间瓣 要同时修整它的三间瓣 这个时候标准的开胸手术会比较好 手术视野比较清楚 那一次可以处理所有的心脏疾病 年长患者动手术负担大怎么办呢 经导管疗法由内外科医师共同合作 为高龄患者克服了治疗风险 最大的特色在麻醉过程多数的病人不需要插管 我们只需要从静脉注射麻醉药物 第二个在静脉注射麻醉之后呢 医师会在病患的属性部做鼓动脉的穿刺 从鼓动脉植入导引窍管 那么这个导引窍管是一个有阀门的通路 从这个通路呢 医师可以将带有半膜的导管 从导引窍管引入这个血管内 那么我们可以从鼓动脉一路沿着主动脉进到退化半膜所在的位置 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 经过直系的影像定位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半膜扩张 固定在原先半膜所在的位置 那么把退化的半膜推在外侧 新的半膜就取代了原先退化半膜的功能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在这样的过程 我们留下的伤口就只有鼠膝部穿刺的伤口 甚至于不需要缝合我们只需要用简单的止血方式 就可以完成这个术室 所以病患的创伤是相对的减小 再加上不需要插管麻醉的情形 病患的恢复时间非常的快速 很多的病患即使是90岁的病患 我们在中午做完治疗之后呢 我下午几个小时之后到交互病房去看这些病人的时候 多数他们已经可以正常进食 很多病人会微笑跟我打招呼 甚至于跟我道谢 多数的病人在两三天之后呢 就可以下床自由的活动 以往治患半膜动轴上百万 让许多患者与家属却步 好在现在健保可特定族群 心脏团队也会为患者拟定最适合的治疗方针 高龄者所拟患的共病较多 病情也比较复杂 因此一些需要开刀治疗的疾病 也面临了手术风险提高的问题 为了克服这个问题 治疗的方式也朝向较不侵入性的治疗为优先考量 每位患者的病情都不尽相同 因此心脏内外科医师会在手术前召开联合会议 一起来讨论病情 并归纳出对患者最好的治疗方法 手术也会在复合式的手术房内进行 由内外科医师一起执行 以确保患者的安全 在长庚医院这样的团队合作模式 这几年来运作得越来越成熟 不只应用在严重的主动脉瓣膜狭窄患者 也应用在其他疾病如二肩瓣膜疾病 冠心病的患者等 也都获得很好的成果 在这样的基础下 未来我们长庚医院及我们医疗团队 会继续为更多的国人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 并持续提升台湾的医疗水准跟世界接轨 符合以下4加1项规定者即可申请健保给付 4点必要条件 1. 心衰竭症状达2到4级 2. 严重主动脉瓣膜狭窄 3. 至少两位心脏外科医师 判定进行开胸手术风险过高 4. 病人有一年以上的术后存活率 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 无法接受开刀手术或开刀风险性过高 2. 有以下情形之一者 曾接受心脏手术 如冠状动脉绕道手术 心脏半膜手术 严重主动脉钙化 胸腔烧着后遗症 曾接受过纵隔墙放射治疗 严重结构组织疾病 导致不能进行手术 干硬化及肺功能不全者 考量临床病患差异与健保给付可能更新 详情请咨询您的心脏科医师 健康医疗网记者正一分 潘育桥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